不断广州今天早上又有一辆校巴发生交通意外撞上路旁的大树 索性没有人死亡但有18个人受伤 其中16人是小学生 有一名学童骨折 校方表示出示车辆的只是临时用车 但是有家长说校巴长期超载 他们知情但又无可奈何 11岁的吴生堡没想到 昨天因为校车太急没能上到车 今天好不容易上车了却遭了横祸 他的胸椎受伤骨折 同车的10岁表妹也受了轻伤 他说撞伤后自己什么都不记得 就是觉得身上疼 撞到了车还撞到了人呢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对 被 被 被啊 疼一寻吧 事发广州郊区 学校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 当地教育局负责人说 校车为了躲避行人而撞上路旁大树 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但出示的金杯面包车 合载12人 超载6人 家长吴先生说 虽然一直知道校车超载 但小孩上学十多公里也不能不坐 我看到经常是坐那种车 很多小孩肯定看起来是有超载的车 小车的小很紧张 我看到他 早上接两趟 接了这里有自动外面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再载一车 正在征求公众意见的校车安全条例规定 如果校车超载 车辆将被扣押并重重处罚 而与此同时所有不达标的校车都被明令禁止 但是不少学校在校车方面的经费是相当的紧张 这使得学生的上学之路更加困难 由此看来 一发到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两方 访问是江湖王剑关注报道